大家好,我是甜甜 现在美国疫情太严重了 已经突破15万了 所以大部分州已经下达了禁足令 不能出门了 除了一些必要的公共场所 像是超市、药房、银行之类的 其他都已经不能营业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清单当中 我们找到了Liquar Store 难道在美国人的思维当中 酒是生活必需品吗 我们决定现在出发去逛一逛 现在可能因为疫情影响 他们很多酒都在打折 看见我们掉头就走了 刚刚因为看到我们戴口罩 也是一面遇到我们 吓着怕连退了三大步 不过买酒的人还是很多 可以看看 这种平时是这些 最常喝的伏特加和杰克丹尼 现在都是第二瓶减十块 和第二瓶减六块 但就我的人络续不准 但住在这个店里逛的人 应该至少超过二十多 一下不大的店面 现在没有戴口罩 没有戴手套 然后也推个购物车 购物车这样也没有消毒 像我们看到的杰克丹尼 以及福特加 在中国也是非常常见的酒 不过不同的是 在北美 烈酒是不会超过四十度的 另外呢 在美国买到假酒的可能性 也是很小的 像这类 有成千上万个品种的酒 而且基本能保证是真品 这个啤酒叫新冠啤酒 Paronalize 估计它付了不少广告费 放到最中间 因为最近新冠病毒 对他们的生意可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结账的时候 收银小哥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ID 因为在美国有法律规定 如果未满21岁 是不可以购买酒类产品的 所以像国内小孩 帮老爹下楼买个酒 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 今天过完这个lip store 我们有两点感慨 第一是美国人真的不太怕这个病毒 第二呢 是酒真的是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回家喝酒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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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